大家好 上一刻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这个MOC模式 这一刻我们才了解我们这个APC 好 下面我们开始 它的全称是 Laternative php catch 叫做Laternative php catch 然后中文翻译是可选择php缓存 它为我们提供了缓存和优化php的中间代码的框架 它的缓存分为两种 一种是这个用户数据缓存 一种是我们的这个系统缓存 而我们的用户数据缓存 是由用户在编写php代码的时候使用我们的这个APC store 和我们的这个APC fetch函数来操作和读取的 如果数据量不大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这种方式 对吧 我们就用APC store 然后加APC fetch 数据量不大 我们用这种方式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如果存在数据量比较大的话 我们建议还是用我们这个Memcatch 跟我们的这个Redis 评论他们更加专业的这个内存缓存方案 对吧 而我们的系统缓存 就是指APC 它会把我们的这个php文件 这个原码编译结果缓存起来 然后在每次调用时 先对这个时间进行一个标记 如果没有过期 我们就使用缓存中间的这个代码 默认它的缓存时间是3600秒 也就是一个小时 但是这样的话 因为它每次都要检测 对吧 它也会浪费大量的这个CPU时间 因此我们也在我们这个php.ini中 我们可以设置 我们这个系统缓存时间 可以为永不过期 它对应的那个配置是 APC.TTL等于0 这样的话它就不会过期了 但是如果不过期的话 如果我们修改了我们这个 php代码对吧 那我们就需要重启我们的外部服务器了 好 目前我们在 环境中使用比较多的都是我们的系统缓存 因为一个项目中 它的缓存数据一般都比较大 那这个时候我们用APC来做用户数据缓存 可能灵活性没有那么大 所以 大多数都是用APC来解决系统缓存的问题 好 我们这个缓存它牵涉到一个槽位的这么一个问题 APC中的缓存每个槽位它都有一个key 这个key它是个结构体 除了这个key相关的属性 这个结构体里面有一个字段叫做h 它这个字段它就决定了我们这个缓存落在哪个槽位 对于用户缓存和系统缓存 这个h的生存规则是不一样的 而 像用户缓存它的key的生存是通过我们这个APC catch macuserkey 这样的方式 它来生成这个key 然后通过用户传递进来的key字捕串 依赖我们这个php里面的这个哈线函数生成了我们这个h值 而如果是我们的系统缓存 我们就使用我们的APC catch macfirekey 它是个文件 这样的话 我们也可以在我们这个配置文件里面通过我们的这个 开关来区别对待不同的方案 在打开的情况下 如果开关被打开 那么如果被更新 则自动编译和缓存编译后的内容 这个时候的我们的h值是文件的设备和inode的相加所得的值 而如果我们这个开关被关闭 那当文件修改时 如果要使用更新内容 就必须要重新服务器 这个开关就是apc.stst 如果是on 对吧 或者是off 这个我们自己选 我们添加缓存的过程非常简单的 用APC添加缓存的话 例如我们的这个 用户数缓冲为例 那我们是直接使用我们这个apc add 它就可以给我们这个apc缓存中添加内容 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 好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apc有哪些优点 第一个 apc它是使用到我们的这个自选锁机制 能够达到最大性能 第二个 apc它提供了一个apc.php这么一个页面 用于监控和管理我们这个缓存 所以我们管理起来很方便 好我们记一下 它有一个自选锁机制 然后第二个 它有监控和管理的页面 第三点 apc默认通过mmap里面映射创建共享内容存 缓存对象都存放在最后大型的内存空间中 由apc自行管理 该共享内存 我们在平常应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配置的参数 来调整参数来达到 这个一个最佳的这个性能 好 我们 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肯定有时候有些环境是没有装的啊 我们需要去安装 去安装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网址可以下载啊 就在铺网上面可以下载的 下载下来其实是很简单的 因为它是一个这个 DGT的这么一个亚式包 当然我说的是Linux环境 下载下来之后呢 我们首先肯定是要解压的 对吧 就是drxf 然后xxx.dgc 具体我就不再讲了 因为我都已经装过啊 就进入到我们这个apc这个目录 对吧 然后进入之后呢 我们就跟安装其他扩展是一样的 生成我们的config我们键 对吧 然后就执行我们的config config的时候呢 我们注意我们开启我们的这个 Apc 还有开启我们的这个 M&Ap 最好是全部开起来啊 它的 Apc 它的这个自旋锁啊 还有一个 个基本按 开这么多差不多了 然后有个make 然后有make store 对吧 基本上就装完了 装完之后呢 在我们的php rnr5这个文件中把它打开 对吧 它签Apc装完之后 我们要调节它 根据我们的应用 对吧 我们设置我们这个Apc 使用的这些 内存块 多大 我们在这里面有这么一个 几个配置啊 首先第一个很简单 就是Apc.e enable 对吧 如果on表示启用 如果forse 那表示肯定是不能使用了 对吧 如果为off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指定这个扩展的 这个地方 这个也给住掉啊 因为它都不实用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都住掉 知道最好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Apc segment 这个默认好像是唯一 然后还有一个Apc.shm 然后是 它有一个size 这个segment 它指定了我们的这个共享内存 它的这个 这个快速啊 而我们是这个下面这个size呢 它指定了我们的这个 一块共享内存空间的这个大小 它的单位是兆 所以 允许Apc使用的内存大小 它其实是我们这个segment的参数 乘以我们的这个size参数 像我写的这个配置 对吧 我设的这个配置 那就是它能使用30兆 还有我们刚才也提到一个参数 叫做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Apc.ttl 是表示这个 这个中解码 它是不是要过期 对吧 就相当于这条缓存条目 在缓冲 缓冲区中允许逗留的这个秒数 您表示永不过期 我们建议是根据我们的应用来 还有一个就是Apc.use Dttl 这个其实它是针对每个用户 而言 它的作用类似于我们上面的这个 Dttl的参数 我们还有最后 几个参数 我们也一起讲了 有一个叫做 Apc.tm.A 就这个 这个参数我具体读了 我忘记怎么读了 它是表示是否启用我们这个优化器 它的这个值越高 那么使用越激进的这个优化 对吧 还有一个是OptStats 这个刚才我们也有提到 这个参数它是启用脚本 是否检测更新 当它为O 那就表示不不检测了 对吧 当它为On的时候 它就表示Apc 在每次请求脚本的时候 它都会检查这个脚本是否被更新的 还有一个参数是Apc. RiseLog 它为On表示是否 启用我们这个写入所 在一个比较繁忙的服务器上 无论是启动这个服务 还是修改文件 都可能由于多个进程用 去修改同一个文件 对吧 它这样的话 它会导致这个竞争失败 好 这是它的一些参数 我们看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如何使用我们这个Apc Apc 到我们这个51里面来 我们看我们这个第一 整个很简单的一个Demo 首先我们看 我们定义了一个变量 变量名是水果 只是苹果 对吧 然后我们直接调用我们这个Apc Apc Key是负 然后值就是我们这个Ap 对吧 然后我们就判断我们这个Apc里面 是否存在这个Key 如果存在的话 我们就去获取 如果不存在的话 我们就给它 提示说不存在 对吧 好 来 我执行一下 发现它输入是存在 来 我们再做一次操作 我们这一次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给关掉 我们把这个扩展给关了 来 Ext 好 来 我们的Apc对吧 关了 关了之后 我重新一下我的php 因为我的是这个Michael 可能路径 大家不一样 看个子装的这个路径了 很快的 我重新很快 就这两个mini 对吧 好 来 我再次执行我们它 看它还是不是存在 那 这次他又告诉我不存在了 对吧 其实 这就是一个 简单的 这个用户缓存的这么一个示例 如果用户数据缓存比较多 我还是建议大家使用Mepcache之类的这家产品 好 这一刻我们就到这里了